江山纵横 云桃飞流 多少豪杰装之为愁 天地之间聚散一壶酒 大江东聚浪淘尽多少悲愁 天下隐形世事造酒 风雨人声为梦相奔走 无处含义不是谁都能感受 天下英雄 咱当我者杀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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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不会带兵 现在倒来耍威风 什么东西 要不是他 我们今天怎么会是败仗 弟兄们 真欲不帮我们大人看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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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想干什么 杀了他 杀了他 你们想造反吗 杀了他 要 Answer 親属到了 杀了 куда 冲战前204年10月 凭借着沸水一战 韩信大破赵军 在止水斩杀成安军陈渝 活捉了赵王歇 赵国灭亡 大将军 他就是利坐车 你们先下去吧 我跟李将军有话说 诺 诺 我跟李将军有话说 是 我跟李将军有话说 我跟李将军有话说 是 有不 是 我跟李将军有话说 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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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韩信 早就仰慕左车将军的志勇双权 陈瑜真是愚蠢啊 没有听将军的话 否则我韩信不可能赢得这么轻易 大将军能有这样的气度 陈瑜怎能不败 这都是天命啊 只是不知道大将军 对一个俘虏说如此的话 究竟是什么意思 韩信恳请左车将军留在我的帐下 我们共谋天下之事 不知将军可否愿意 刘邦固守行阳 无非靠着敖仓 我们要拿下行阳 首先拿下敖仓 敖仓粮草一断的话 那守军就得饿肚子 孔着肚子别说是守住一个小小的行阳城 就是寒谷关也守不住啊 没出息的家伙 把大部分兵力归宿在城里 战又不战 降又不降 只知道从敖仓取粮食吃 刘邦他要真在平原上列阵和我们开战的话 他打不过我们 守就守得住吗 只要破他的粮道 他就得饿死 对了 从现在起 我将派出人马 重组新的强攻部队 去袭击永道 每攻破一处 就要用大木锥 去摧毁永道的土墙 让他来不及修复 直至整个永道摧毁为止 本王倒要看看 是他修得快 还是我毁得快 是要先摧毁永道 然后夺下熬仓 行阳不攻自破 我们只要全力以赴 刘邦死定了 现在防守永道的是谁 战将冠英 大王 据在下所知 这个冠英 那可是一员猛将啊 龙军将军 曾与他交过手 龙军 你认为 应该如何拿下永道 大王的战略没错 但以前的战术不对 我认为应当黑夜投袭 同时再多处展开攻击 让敌人摸不清 我们的主攻方向 把咱们的主力 藏在阳宫部队之后 当敌人忙于奔兵 防守疏忽之时 再投入绝对的兵力 依据切断永道 好 我明白你的意思 这个时候 汉军会把大批兵力 拿来防守缺口 我军不和他纠缠 迅速破坏永道的土墙 就撤 我们将一次一次地重复 他们堵得了一次 堵不了所有的口 咱们要把这永道 一点儿 一点儿地给侵蚀掉 还是大王英明 魏将军 在 给你四万人马 前往敖仓与黄河之间 务必要摧毁那条运良之道 是 之后 我将率领大军 迅速合为信仰 诺 大王 项羽已经切断了熬仓 与黄河之间的运良通道 我们有可能会断粮啊 这点儿你们放心 粮食 有消大人们 是要有个相应的对策才行啊 储君对我们来说 还是过于凶猛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们还不宜和他们硬碰 我听出来了 要是打就是死路一条 大王 我看到不如退回关中 况且 韩国关比咸阳城要坚固得多啊 卢婉哪 什么死路一条 你怎么胆子越来越狡啊 我告诉你们 我们寸土不能移 因为我答应韩信 在这儿做项羽的调儿 他去收拾各路的诸侯 你们放心 真到情况紧急的时候 韩大将军一定会到 你们把心都放在肚子里吧 太札了 相羽强攻行仰 汉公在刘邦的指挥下坚守 储君久攻不下 围困数落 双方在行仰 再一次对战 大王 臣认为 这少则一个月 多则三个月 这新阳城啊 就保不住了 你既然心里清楚 在殿城议事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话呀 紫房卢婉他们 口口声声要死打硬拼 他们的想法和大王您的战略 那是违背的 所以我也就不好开口了 其实嘛 这打仗 也未必就光是阵前的厮杀呀 你把话说清楚 大王 容臣慢慢说来 这个储君看起来强大 其实他有三个致命的弱点 这第一 像钟离妹 龙居 济步 这几员大将那是战功赫赫呀 可是 他们在官职和爵位上 那根本就从来没有相信过他们 欣安 坑杀秦兵二十万 这在秦人的心里 早就深深埋下了恨哪 接着说 最致命的就是第三点 楚霸王这个人 是生性猜疑 自负无敌 就连他最信任的范增也不例外呀 大王 您应该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听明白了 你说的是离间计办不到的 大王 您错了 只要牢牢掌握这三个致命弱点 我就不信哪支军队能逃过这离间之计 大王 世人都会猜疑 而这猜疑心 就是慢慢要发作的毒药啊 种下了 时间久了 他肯定要显现成效的 大王 只要我的计策 和您的大战略相吻合 我就不信 除不掉范增这个心头之话 说具体点 具体嘛 大王 要成此事 我需要钱 陈平啊 看来你做事是离不开钱了 坐下说 诺 你需要多少钱哪 一万斤 你可真敢开口 一万斤 把握多少 两三成吧 要是两万斤呢 两万斤 有五成 四万呢 四万 那肯定成啊 肯定成 肯定成 陈平啊 陈在 你爱赌吗 陈从来不赌 为什么 我怕输钱哪 我爱赌 我不怕输钱 这次的赌注 就是四万斤 和你这条命 行吗 大王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输了 我输的是国库的四万斤 你输了 是你这条命 大王 这 这 这 不干 你不是说 你肯定成 这 干不干 大王 大王 臣尬 陆将军 大王 我知道你心里憋得慌 有话就说出来吧 我觉得大王好糊涂啊 待在新阳城几个月了 看起来不胜不败 不知道先生清点过病吗没有 我已经清点过 储君和我们的伤亡比例是一比三 如今 我们在行阳城里的伤亡 惨重啊 是啊 这不是明摆着吗 大王不知道 可您得提醒他呀 我知道 他是王 他爱面子 他不肯承认自己不行了 可您得说呀 总不能因为一个破行阳城 把大王的命搭上吧 陆将军 行阳城对项羽来说是一块肥肉 而对我们来说 坚守行阳城是一招险棋呀 其实 汉王现在心里比谁都着急 你想想看 只有我们坚守在这里 拖住项羽 消耗他的实力 韩新将军才能在北方 拿到辽阔的土地 从而形成我们对储君 对峙的优势 这就是我们之所以 要坚守在这里的原因哪 希望韩将军能够快快去胜 来劫我们形阳之围呀 这次你回去任务兼具 行阳城固然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后方的粮草的供应 你这次回去马上多办一下吧 好 我回去就安抚民心 发展农耕 筹措粮草 让你在前方安心打仗 那你就辛苦了 大王 萧和有一事要向大王请教 昨天我查看府库的账目 发现有四万金 一日之内被大王提走 不知大王有 这个是我提走的 我交给了臣平 让他去办一件重要的事情 没来得及给你打招呼 抱歉 大王 我们积攒下这些钱才不容易 萧和不敢煽动毫离 说到底 这些钱最后还是大王的 不不不不 是府库的 是府库的 大王 府库的钱 我们最好不要擅自挪用 大王既然另有他用 萧和也没有什么话说 萧和告辞了 咱俩 鉴调 大人 出口 大人 吃饱了吗 回大人 吃饱了 老师回答我 是不是楚营派来的奸细 假投降 大人 小子真的不是探子 在那边干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投靠汉军呢 回大人 投汉军 吃得饱 那起来接着吃吧 小的不敢 叫你吃你就吃 吃 出口 走过来的人都还认识吗 只要是见过的 小的都认识 好 从今天开始 你负责在他们中间 挑选几十个精明强干的人 组成一个击毙小队 这支小队做什么怎么做 都听从我的指挥 明白吗 诺 大人 小的这就去办 回来 大人 把他带走 谢大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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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夫将军 大王没说什么意思吗 大王没交代 自己将军 从现在起 有你们全面掌管各营兵吗 说话 发什么了 臣等遵命 子齐 大王 子齐有话说 你说 你把各营的兵符都交给了我们 那魅将军他们怎么办 军情如水火 难道他们临时调动兵马 还要征求我们三个人的同意吗 对 从现在开始 没有临时调动 军队里所有行动 都必须经过你们三个人的许可 大王 在下担心这样一来 势必会引起各位将军的不满和怀疑 他们一定会认为 我们相军 我认为大王作对 忠明美龙居的权力太大 有时候根本没把大王放眼里 像彭称杀汉王家小的事 不就这样吗 相庄 我说错了吗 这些天 军中人人都在说 说咱们大王 被龙居忠理妹牵着鼻子走 还是储君的大旗上 不应该写相 而该写忠理 住嘴 记着 将士们嚼舌头 别太当真 刘邦家小的事情 他们俩是为本王考虑 并没有坏心 但他们要知道 我才是王 军队里所有事情 都不能背着我进行 今日若放纵他们 日后便不可收拾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诺 诺 弟兄们 你们谁能告诉我 这筐里装的是什么好东西 饭团 不要笑 继续猜 烤鹿腿 烤鹿腿 还有什么 是那个那个 秦半粮 你疯了 这么多秦半粮 整个西洋城都都买下了 弟兄们 你们刚才猜的都不对 但是也对 这筐里放的 可以换成你们一辈子 吃不完的饭团 是你们一辈子 吃不完的烤鹿腿 还可以换成 你们一辈子 都花不完的 秦半粮 出狗 打开 让他们看看 诺 这么多金子 这么多金子 这哪来这么多金子 对 这都是金子 弟兄们 我知道 你们都在褚营干过 那边还有不少 你们的朋友和兄弟 你们的任务很简单 就是把这些金子 发给你们那些弟兄们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弟兄们 你们潜入到褚营 我的眼睛 会死死地盯着你们 你们要建功 凡是立功的 我都会重重地 靠赏你们 万一 谁要是遇难了 我会把加倍的黄金 送到你们的家里 最重要的是 你们不要 练习这些金子 只要碰到 志同道合的朋友 兄弟 你们就发给他们 但是 你们 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可是楚王是 出了名的一心中 像我们这样 无缘无故地 给人家发金子 人家要是问我们 大家怎么说呢 你们可以说 是邢阳城 父老属下的人 可是那些父老 就不会揭穿 你的谎言吗 不会的 父老们 最恨的就是项羽 他们不会揭发的 你们到了楚营以后 任务很明确 就是让 钟离妹 龙居 还有继部这些将领们 感觉到 他们不是项羽的亲信 只有项庄 项伯 还有余子柒 他们才是 项羽的心腹 你们不要练习 这些黄金 要大大方方地送给他们 不要怕事情搞大 搞得越大越好 要让楚营 每个角落 都传播这些流言 弟兄们 听明白了吧 诺 大王 很多人都说 雅夫太霸道 他说你赏罚不分明 继部将军 钟离妹将军 立了这么多战功 为什么不给他们封王 反而封了英部 那个无耻混蛋等九将王 他们当然不服了 雅夫就是抓住这个 跟他们保证说 只要能打下刑阳 就在您面前 保见他们能当上王 为什么雅夫一说不能搅合 他们就跟着说要打汉王呢 就是因为他们打下了 打下了刑阳 才能当上王啊 他们还说这 我让你干什么去了 我 我让你去查出 谣言的源头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我实在找不出是谁在传播这些 我所审的人 他们只是在偷偷的议论 并没有传播谣言 我没办法 只有把这些带回来了 我让你回来了吗 没有 好 那我继续查 好 如今这日子真是难受 每天就跟搁在火上烤一样 我们每一位将军身边 都安排了相王的亲信作为副驾 不仅每天要在一起 而且还要研究军情 相王这么做什么意思 是对我们不再信任了吗 这什么意思 这根本不是相信不相信的事 是他根本就不想重用咱们 好了 诸位将军 注意颜色 相信相王 他是不会轻易被蛊惑的 那最近这么多议事 为什么不让我们参加呢 对啊 为什么呀 就是 就是 他怕你辛苦 有更重要的议事需要你 你有机会 我把你们的想法转达就是了 这 这样最好 不好 为何 这样相王会觉得我们在私底下 结党私营 对我们以后会更不利的 这 这样也不行 那 那样也不行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不是在想办法吗 好了 不用担心了 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你们是好心差点办了坏事 以后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了 去 这封信要亲自交给司马新 至于怎么送那就是你的事了 此行一定要小心谨慎 面见司马新以后一定要烧回信来 去吧 喏 大人 司马新对楚王忠心耿耿 怎么可能是汉王的人呢 该问的则问 不该问的不要瞎问 这司马新和大将军曹旧 一直守卫着熬仓以东的成高吧 对 听好了 你去选一名机正的死士 让他化妆成楚营派来的细作 让他连夜去见大将军曹旧 就说他掌握了重要的机密 说司马新和汉王一直有书信往来 而今夜 就有汉王的信使面见司马新 听明白了吗 喏 来人哪 喏 喏 绑了 别走 大人 这是何意啊 把他带到曹将军那儿去 大人 去 大人 司马修 将军 你来了 你来得太好了 这个人是汉营的信使 他伪造我和刘继密谋 他这是陷害我 他们用了一个反奸计 他这是胡说 他这是血口喷人啊他 汉王可对你不把握 住嘴 你们都下去 诺 你是汉室 刘继派你来的 将军 你怎么把他杀了 他死了我可什么都说不清楚了 你让他活着 到了相王那里 你就能说清楚了吗 我今天收到密报 在行阳城内 纷纷传说 你是汉营的奸细 不过 我相信 我相信你对相王忠心耿耿 绝对不会叛变 所以说这个人 留着多余 再怎么审他 他也会一口咬定你是汉王的人 我替你杀了他 干净 写大将军信任 好了 四王兄 这件事到此为止 大王那里 我会亲自为你作证的 有什么事 拜托大将军了 拜托大将军了 走 曹舅 你怎么看 回向王 从信的内容上看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同信了 司马兴杀了汉氏吗 不 是我杀他 我对他说 向王完全信任他 他怎么表现 他表现得十分忠诚 但毕竟他过去是秦将 是我们的敌人 不知你一个人有这样的看法 这样吧 你回去告诉他 本王还是很信任他的 这个事情过去就过去了 谁都不许再提 诺 臣告退 慢着 你记着 臣高的守卫我还是很放心的 因为有你在 明白吗 臣明白 雅父 这件事你怎么看 离间计嘛 很可笑 的确如此 看来 刘邦已经穷途末路 竟然会出此下策 司马兴这个人嘛 你该清楚的 司马兴当年舍命救了向良公 不是他舍命 向良公早死在秦人手里了 这样的一个汉子 怎么会是谋反呢 我记得 当年 司马兴确是一个仗义的人 有劳陈平大人亲自来迎接啊 应该的 应该的 有卢婉将军来配合我 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先生多礼了 我受不起啊 大王这次派卢婉来主要是 给您搭个下手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您个下属了 一切听从您的安排 您不要再猜测了 大王信任您 不是让我来监督您的 大家都知道 我卢婉是个坏小子 可有时候 您可能用得着我 据我所知 项羽的确限制了 忠立妹和龙居 这群大将的权力 但是并没有受到惩处 至于您呢 是以司马心为缺口 挑动项羽对秦国降将 引起怀疑 可也没什么效果呀 司马心至今 还是好端端的 卢婉大人 可能我这招 过于简单 太拙劣了 可是您不要忘了 这项羽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这王心里下毒 那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项羽他只要是中了毒 他想抹也抹不掉的 陆湾将军 您不要过于着急呀 哎 不是我过于着急 是大王心里着急 行阳城的城墙不够厚啊 请 我说你跟相庄作为我的使者 去一趟行阳 我们此去何为呀大王 讲何 讲何 大王 刘邦现在可是秋后到骂着 活不了几天了 多则一个月少则十天 我们一定能拿下行阳 而且优势在咱们这边 为什么要讲和 庄儿说得对呀大王 我也不大明白 这咱们 讲和不过是个说辞罢了 我开出的条件 刘邦断不会答应 那我跟相庄这次去行阳 该做什么 我要你们去探探虚实 不是去看城房 而是要去看他们的士气 看将士们有没有任何紧张 焦躁的情绪 老臣明白了 大王 老臣还有一事要禀报 最近军中流言四起 不知大王可否有耳闻 什么样的流言 四处疯传 说那司马兴跟刘邦他 不用说了 目前的形势 对我有利对刘邦不利 只有傻瓜 才会在这个时候倒戈 这是个离间计 所以本王还是很相信司马兴的 那这件事就麻烦你们二位了 大王 老臣这就前往 先生 本来要以将军为主镇守成稿 可是前几日老夫身体不适 没来得及提 先生不必为我操心 能为大王办事 让我干什么都可以 将军的胸怀令人敬佩 不过 草旧生性鲁莽 我还是有点担心 我这儿有一份密令 将军带着身上 危机时刻 以防不时之需 大王知道吗 我还没跟他说 不过 不过 我会抽时间好好地劝他 他还是会听我的 将军 委屈了 有先生这句话 就够了 来者何人 烦恼通报一声 相王帐下使者 相伯 相庄 前来拜会汉王 我王特命我在此 恭候二位大人 打开城门 进城 何谈 大臣这个样子 还有什么可谈哪 大王说了 不但要谈 还要好好地谈 就咱俩去 对 他们来的是相伯相庄 论级别咱俩去正合适 我不会 我是个将军 只会打仗看脑袋 白白样子还不会 我真的不会 就这样 板着你这张臭脸就够了 你呀 别管我说什么 别管他们提什么条件 你就这样板着脸不答应 那行 主使觐见 主使觐见 这张臭脸 二位大人 国家霸王挥石以来 功务不克 战武不胜 可谓所向提名 眼下只是唯恐生灵涂炭 这才没有即刻攻破尔等城池 一举解决尔等性命 你们汉王如今想率军死守刑仰 守是肯定守不住的 以在下之见 莫不如趁早投降 我家大王尚许能看在 过去兄弟的情分上 饶他一命 向伯军 何出此言呢 我以为你们是来谈和的 如果一上来你就这样讲话 那往下怎么谈呢 我们不是来讲和的 大王派往不来 乃是来斥责汉王 背信弃义 不守盟约 背信弃义 恐怕是霸王吧 不守盟转 恰似一口笑语 往事重变 你的现实 我醉了好解 我是你的一切 你是我的一切 没有你又何必 要什么出何痕迹 我宁愿为爱而生 为爱而灭 我宁愿为爱而生 我宁愿为爱而灭 我宁愿为爱而生 我宁愿为爱而生 我宁愿为爱而生